一般來說,高低視體會靠近細胞層這個附近 然後它的外形上會有一點近似於粗糙內織網 類織網,我們上次有提到,該分平滑跟粗糙型,對不對? 這種扁平狀,然後有多層次重疊的,這種是粗糙內織網 粗糙的原因是因為它的表面常常有核糖體附著 所以那種核糖體跟附著型跟游離型 附著型的核糖體會附著在粗糙內織網或者是核外膜上面 這種比較管狀的是屬於平滑內織網,上面就比較不會有核糖體附著 所以這個就決定了就是說粗糙內織網它的功能會比較跟蛋白質的合成有關 那平滑內織網會跟其他相實質的代謝或者是解讀 然後或者是肌肉細胞可能會用這個部位來去儲存蓋離子 所以你看那個扁平狀,再去看垃圾試體,對不對? 也是用扁平狀的構造排成很多層 這是電子顯微鏡底下的這個圖 可是因為垃圾試體它的周邊比較沒有跟其他的東西相連 所以它是獨立的,那每一個細胞就只有這麼一組 那它的主要負責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蛋白質需要分泌到細胞外 OK,這個要透過它的處理 如果你現在有一些四級蛋白要組合,那可能要透過它處理 所以很多四級蛋白是經過它的手的 那如果不經過,比如說核糖體,它是游離核糖體 那它產生的蛋白質大概就留在細胞質裡面使用 這種情況之下呢,它很有可能就是三級到三級而已 那另外像是那種什麼糖蛋白,你又要蛋白又要把瓦糖掛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有可能跟它有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呢?你可以去記 比如說呢,它會負責去修飾蛋白質 所以它是蛋白質的修飾中心 那蛋白質處理完之後,它可能又分泌出去 所以它也是細胞的分泌中心 就是細胞的分泌物是由它處理的 那這些分泌物當中呢,糖蛋白質我們還可以接受 可是像連纖維素,纖維素其實也是透過它處理的 所以它處理的東西不見得一定百分之百的蛋白質 你留意一下纖維素這個例子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你現在看啊 高基氏體這個彎曲凸出去的這一面呢 其實是面對細胞盒,我們通常把這一面叫順面 那凹進去的這一面呢,就叫做反面 順便這一面呢,可以接收來自於內脂網送給它的東西材料 反面這一面呢,是負責將它製造好的東西準備丟出去 不管是分泌還是留在細胞裡面使用的,不管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像這個高基氏體就很明顯 在它的反面這邊有非常多的略學很好,有沒有 所以這樣算我們的話就可以凸顯出 這個高基氏體應該還蠻忙碌的 那哪一些高基氏體,哪一些細胞的高基氏體可能會這麼忙碌呢 比如說像我們的消化腺,對不對 消化腺你大概照三餐呢,分泌這些消化液 所以至少在攝取食物的這個當下 其實這些消化腺的細胞,那個分泌性的這個細胞 其實高基氏體應該是很忙碌的 那你再往前推,所以這個時候呢,核糖體也很忙碌 因為如果它製造一些酵素,那蛋白質的製造基點是在核糖體手上 所以它是修飾中心,它也是分泌中心 那現在它所分泌出去,這些運輸囊炮到底可以做什麼用呢? 其中一個用途是像這樣子,比如說呢,今天呢 細胞產生一個石炮,對不對 它把外面的一個養分呢,打包進來 那打包進來之後,我現在要去把它分解 蛋白質要分解成氨基酸,多糖要分解成氨糖 這時候才方便細胞去使用 所以細胞裡面怎麼去做消化這個工作 所以有個構造叫溶體 溶體基本上呢,就是當初呢,高基氏體 高基氏體所產生的這麼多顆泡泡 就是這些包裹裡面呢,它可以在某些泡泡裡面呢,留下什麼? 留下一些蛋白質水解酶,糖類的水解酶,紫質的水解酶 好,那這裡面呢,還有多種的水解酵素 然後等到溶體去跟石炮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兩個結合在一起,酵素就可以跟食物的顆粒結束,對不對? 所以這個食物的顆粒成分呢,就可以因此被水化分解 然後接下來呢,再被細胞拿去回首利用 所以我們一般講說,溶體就有點像是細胞的消化器官的意思 那溶體是誰製造的?其實它就是高基氏體製造的眾多構造之一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酵素呢,基本上就是留在細胞裡面使用 所以這一堆運輸囊泡裡面不進來,全部都是分泌用 它可能有一些是留在細胞內使用 那分泌的構造通常是在反面這邊,這個附近 或者是兩側,兩側到反面這邊是不是有比較多運輸囊泡 那這一面是接手面,所以這邊是釋放的面 然後這是高基氏體的部分,所以溶體又跟它有關 所以緊接著溶體這個部分的話呢,後面用功能來看 你現在跳到那個溶體的地方 所以如果從這個地方高基氏體我們就在這邊打住了 然後接下來,那所以由高基氏體產生的諸多的泡泡運輸囊泡裡面 像溶體,溶體呢,第一個剛剛這邊已經看到的是 它可以扮演消化的功能,對不對 那有沒有其他的功能呢,有 這顆 這個 就是細胞裡面呢,有一些老化的構造 目前我們發現,像立腺體 立腺體當它老化不堪在使用的時候的能力 我們可以透過溶體來把整個立腺體給瓦解 所以,平常細胞內如果有一些像這種工具 它需要做資源回收的時候,溶體也被當得上 所以它分解的東西不見得是從細胞外拿到的 可能是細胞內自己的東西,那現在要做更新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就可以維持細胞的正常活力 這是其一 那另外還有一個我們發現,那 細胞維持正常的這個魔性當然很重要 可是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細胞我們就發現 它在很年輕的狀態下呢,你就會死亡 那細胞的死亡呢,有一個策略 溶體裡面的這些酵素通常呢 它喜歡的作用環境會比較偏酸性 你今天這裡面的酵素呢 可以去催化蛋白質、糖類、脂質等等 這些有記錄分件 你去想像一下,如果今天這個泡泡不小心破了 對不對?那酵素不小心丟出來 那細胞裡面,細胞質當中,到處都是這些東西 那不就是開始破壞這些細胞呢? 幸好,你如果只是不小心破壞一顆 這顆出來之後,因為細胞質相對那個環境比較大 所以一顆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多 可是這種溶體,其實它可能很多 它不會只有一顆,它有很多顆 所以萬一呢,一不小心細胞裡面的所有溶體都破裂了 那這個表示,這個分解作用 就是這個破壞作用呢,就是全面性的 所以細胞會用這個手段,當必要的時候呢 細胞會去誘導,讓它的溶體呢,就是瓦解 然後讓裡面的水減全部釋放出來 然後從細胞內部去自我瓦解 那當然這個手段,我們可以去推論 一個可能性,比較合理的 這個細胞老化的 那細胞老化,如果它要自我瓦解 可以來這一招,對不對? 讓它裡面的所有溶體呢,全部破裂 釋放出這些水減鎂,從內部自我瓦解 這是一個方法,一個可能的目標,目的來 但是有一些人剛剛講 年輕的細胞好像偶爾也會來這種事情 比如說我們先講,人體在發育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是先塑造出手的輪廓,對不對? 然後再弄出手的細節,對不對? 所以在細節當中,因為我們是先把骨架先建立好 所以等到基本的骨架出現之後呢 我們再讓手指跟手指之間這邊的細胞去做犧牲 那所以為什麼這邊的細胞後來會消失? 讓你的手指的輪廓會變得很清楚 就是當初這邊的細胞 它被誘導,它溶體破裂 然後產生這個自視作用 自己瓦解這個作用 好,那青蛙的變態過程 那個尾巴要消失,對不對? 那消失其實它是從肌部這個地方 開始去做細胞的自我瓦解 所以你看到細胞,尾巴好像是縮短 那其實它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它其實是把肌部那邊的細胞一直分解掉 一直分解掉 而且分解掉之後呢 其實這個養分可以回首例 所以因為那個蝌蚪變成青蛙 那這時候它還在發育過程 所以這個養分不是說完全就浪費掉了 所以溶體還可以去做這樣的功能 所以除了消化之外呢 它可以配合這個生物體的發育 有一些特定的用途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要看那個另外一個 也是用磨做出來的泡套 磨做出來的泡包 我忘記我放在那裡了,等一下 那個 把那個放在那裡了 看講意思 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那個液泡 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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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那些泡泡,其實有些呢,它裡面的內容物 變化會比較複雜 那內容物就影響到它的功能 所以我們通常就把這類的泡泡呢,就稱為液泡 那內容物怎麼樣比較複雜 比如說我今天可以是食物的成分、養分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就把它稱為叫石泡 所以石泡基本上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比較肯定一件事情 它裡面的內容物真的是石泡 那石泡很有可能是透過吞噬 我們講那個白血球,有沒有吞噬,或者是褒乙 都產生了,就是細胞從外界取得的 那它是有積物、有營養的價值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比較中性的詞 叫做什麼?吞噬小泡 吞噬小泡就有點,就是說 我不要去強調它裡面的東西到底好還是壞 但它確實有特定的內容物 你可以用這種很中性的模糊的這個詞 所以這個時候呢,接下來容器可能會去幫我們解決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去看下面那個超濾床 超濾床的頭尾呢,基本上有一個可以有動作的液泡 叫做伸縮泡 所以這個伸縮就在形容它可以擴張可以縮小 那這個動作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可是這個功能是在幹嘛呢? 伸縮泡有兩種狀態 在萎縮狀態呢,中間會有一個小圈圈 周邊會有很多輻射狀的管子 就是輻射管 然後它利用這個方式去增加表面積體 OK,水分呢,透過這個表面呢,滲透進來 OK,超濾床是淡水的原生動物 OK,以它活在淡水裡面呢,會有一個宿命 它的細胞值常常跟外面的環境來比,是濃度比較高 對不對,所以水分的平衡方向 正常來說,只會滑內 所以它的吸水是必然的 當然它確實也需要補充水分嘛 那問題是,那個吸水的 就是水分滲透進來的趨勢 它是打不住的 所以會不會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細胞會有一點過度膨脹 甚至於就是可能會有光解的這個危險 對不對,所以它就用這個策略 利用伸縮化呢,收集水分 那這些輻射管收集完水分之後 它就往中間集中 所以本來中間就一個小圓圈 等到它水分收集的夠多之後呢 就慢慢的漲大 所以中間那個小圈圈呢,就變成大圈圈 那旁邊的輻射管呢,就變成是短短胖胖的 所以你看那個圖 顯微鏡的圖應該還可以看得到一些細節 它一個剛好在萎縮狀態 一個在膨脹狀態 等到它收縮膨脹之後呢 接下來它伸縮泡在跟細胞膜這個地方 你就想像這是伸縮泡中間那個部分 然後它跟細胞膜這個地方呢 其實這邊有一個火門 所以在它收縮的時候呢 就透過那個管道,然後一次把水直接排出去 所以先收集,然後一次排出 先收集,然後一次排出 這樣的做法應該算是有效率的 所以一般我們會把它形容為這個構造像什麼 像是它的排泄器官 對不對,排除多餘的水分 或者是電血池,或者是其他的代謝肥物 那頭尾割一顆 那頭尾這兩顆呢,通常是交叉作用 就是一個在膨脹的時候應該剛好收縮完畢 所以等這個收縮完畢的開始在收集水分 這個也準備開始收縮 所以頭尾會交替進行 那另外超尾蟲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它有兩顆細胞核,大核跟小核 然後一個負責身體代謝,一個負責繁殖 很特別的一個分配工作 一般生物比較少去搞這樣的複雜的事情 好,所以呢,扣除掉石砲 扣除掉那個生抽砲 另外有一個是最難介紹的 就是植物的中央大一砲 你們以前都有背過,那個是植物的特徵 對不對,那這麼大的一顆泡泡 可以幹嘛?可以用來支撐植物的細胞形狀 對不對,中央大一砲 那問題是,對植物細胞來講 一個泡泡佔了細胞裡面這麼大的空間 對不對,你不利用它一下 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所以植物細胞可能會做什麼利用呢 比如說它現在有一些養分想要儲存 它就往裡面丟 然後呢,比如說它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像色素,對不對,利用花心素來展現 來凸顯出它的所在 好,所以這時候呢 哪個空間可以放這麼多色素 又是液泡 所以花心素通常就是放在這裡面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比較可能的狀況是什麼呢 因為植物沒有排泄性 那可是問題是植物的代謝過程 難道它都不會產生什麼代謝肥物嗎 其實也會 好,所以像植物如果有過多的草酸鹽 碳酸鹽 適量是OK 過量那就太多 那怎麼辦 你讓這些過多的鹽類放在細胞子當中 它可能會干擾那個代謝的進行 所以乾脆集中 哪裡集中 又是中央大液泡 因為空間那麼大 所以中央液泡基本上呢 對於植物細胞來講 它可能是代表的是養客的倉庫 但它同時也可能代表的是垃圾也買賞 就是多重用途 所以相當的情況 其實最能夠充分突顯出 液泡其實很複雜 那它也是泡泡所做成的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所介紹的所有的構造當中 只有一個構造不是用磨做的 這是誰 講的這麼多 只有一個構造不是用磨做的 就是它 有沒有 核糖體 對不對 核糖體上講過嘛 核糖體基本上 那這整個當中它就是一個顆粒狀 顆粒還可以拆成兩小顆 對不對 大顆的大次單元跟小次單元 好 上次已經提過了嗎 這樣有沒有 對不對 好 所以 它的成分裡面呢 就是蠻有蛋白質跟 這兩個主成分為主 對不對 那當兩顆有合起來的時候 就表示它現在要進行轉譯了 那核糖體這個地方可以額外介紹一個細節 我們這次就不考細菌了 那因為 呃 時間長的關係 但一之一恐怕好像 不考也不行這樣子 那 可是核糖體還有一個 呃 現在這時候先講一下 將來到細菌的時候再講一次 好的 就是這大顆粒跟小顆粒當中 如果 如果 我們把細胞裡面的構造瓦解之後拿去離心 那不同的構造呢 它的 呃 呃 密度不太一樣 所以 比如說呢 像細胞核 比較重 它可能在老樹離心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沉得比較下面 對不對 那比較輕的東西比較小的 它可能就浮在比較上面 這樣核糖體就很小顆 所以你可能要 經過幾道的離心手續之後呢 才能夠得到它 好 那離心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是以那個 整個釋管當中 這個東西 它沉澱在釋管的相對的哪一個位置 然後來去定出一個叫沉澱系數 所以 真核生物 我們就發現呢 真核生物我們去把它的核糖體去離心之後呢 它的離心的沉澱系數呢 是80S 那 為什麼要去強調這個 因為原核的話 它們去離心之後 發現它的沉澱系數只有70S 所以 誰的比重比較大 就是真核的比較大 所以像它的比重比較高 讓它的比重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你用這個也可以去用來做為區分 真核跟原核的差異性 這是其一 然後接下來 那兩顆拆掉之後呢 我們發現 這兩顆的沉澱系數也不一樣 像真核兩顆拆掉之後呢 大顆的這一顆呢 是60S 然後小顆的這一顆呢 是40S 所以兩顆加起來變80S 但是它不是質量 它是密度 所以不是1加1 然後 這邊呢 大顆的是50S的 然後小顆呢 是30S的 所以兩顆加起來之後變70S的 沉澱系數 比較想像成就是說 一個飾管當中 它沉澱的位置 相對整個是 那個異面高度的比例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70S核糖體 跟80S核糖體 就變成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們後面那個 夜律體 立線體馬上要用到 將來在細菌的地方 還會再提到一次 但功能面是差不多 這個工具還是做為什麼 這個工具還是做為 轉譯 解讀M1A上面密碼S的 關鍵工具 所以沒有它也不行 所以你看 一個原核生物 一個細菌 它可以不用細胞核 我了不起就把DNA 放在細胞子當中 可是它能不能沒有核糖體 不行 因為它還是需要 知道蛋白質 你看 所以也許 那個最後完成品 還是有一點點差異 但是功能面來說 算是差不多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介紹的 沒有膜的構造 然後接下來 那個沒有膜的構造 當中 我們要講一個比較複雜的 去解釋 可依的 可以了 看到核糖體的右邊這頁 53頁 那現在講的東西 它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 我們以前有畫過中心體 對不對 中心體內包含了兩顆中心粒 電子顯微鏡底下可以看到那個細節 我們看你們看到這圖了 這個有點太黑了 左邊這邊呢 是 左邊這邊是有平行線條 然後右邊這一顆 你們那個圖這樣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啦 這一顆中心粒是橫著彈的 所以看到很多平行線 這一顆呢 是這樣子面對你們 所以它是圍繞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樣回去 看這個也可以 所以呢 中心粒的細節 這兩顆都是中心粒 所以兩顆唯一組構成中心體 旁邊可能還有一些比較雜的 你看旁邊有一些雜七雜八的線條 這些基本上呢 我們發現呢 跟中心粒的組成都一樣 它用了一種粗線條的蛋白質 這種粗線條的蛋白質 我們把它稱之為圍管 後來再進一步發現 細胞裡面其實出現非常多像這種絲狀的蛋白 五十四頁左上角 看得出那個什麼細胞嗎 小腸的絨毛細胞 微絨毛 絨毛細胞的特色就是它在面對腸道的那一面 會有很多小指頭狀的凸起 這只是一個細胞 這一面的細胞是面對腸道 腸腔那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微絨毛 細胞膜其實有一個特性 你去想像一下 我今天在一個水面上面呢 鋪保利龍球 正常來講 這保利龍球就是一個水平面 如果今天讓它變成是一顆小水珠 小水珠按照表面張力 最自然的造型就是一顆球 所以也就是說 以細胞正常來說的話 如果你考量表面張力的話 那最自然的形狀是球形 當一個細胞刻意把自己搞成這種比較特殊造型 包括一個細胞把自己搞成這種特殊造型 一定要有方法 所以那個微絨毛 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微絨毛底下用的很多密密麻麻的線條 把它撐起來 讓它凸出去 神經細胞的神經纖維其實也是一樣 後來發現其實它用的是什麼材料 在細胞紙當中 翻到前一頁 總共有三種材料 一 叫微管 剛剛已經看到了 可以用在哪裡 中心粒 二 叫做微絲 三 叫做中間絲 它的粗細大小 微管最粗 然後中間絲第二名 微絲是最細的 當然它的組成 它的用的蛋白質也不一樣 但它都屬於偏向於是絲狀蛋白 然後53頁的最下面 那個是骨骼肌肌肉細胞裡面 為什麼骨骼肌可以產生收縮的現象 其實它也是善用這種東西 我們就把細胞裡面呢 這種絲狀的蛋白統稱 叫做細胞骨架 那細胞骨架在細胞內呢 密密麻麻的 畫一個剪圖給你當參考 就是 如果我們拿一個球型的細胞來當參考的話 我以為今天可以上完細胞了 以前國中 那個講到滲透現象 不是有一個紅鐵球放在高鹽份的溶液當中 它們會萎縮 你有沒有印象它那個紅鐵球萎縮的時候 什麼話 有些地方會突出去 有些地方是嚴重陷下去 對不對 你去想 有一顆球 爆起來 就是整個縮圓嘛 而且會有一幾個地方好像頂出去 這個其實也跟細胞骨架有關 畫一個參考 純粹是參考圖 可是應該這樣還蠻好用的 如果我想要讓整個細胞的架構輪廓 可以鞏固起來的話 這是細胞核 我們可以在細胞核為中心這個地方 建立基本的支撐力 在這邊補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尾管 所以尾管密度最高的地方 通常是在細胞核心區 就是撐起細胞的基本的架構 所以以前我們講說 那個維持細胞形狀 最基本的什麼細胞力 那個什麼重量大一炮 對 可是細節呢 還有一些小的東西可以用來幫忙 維持細胞的形狀 尾管呢 鞏固在整個細胞的核心 所以那時候看到那個紅血球萎縮 有些地方特別被頂出去 一定是那個地方 尾管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把它撐住這樣子 好 可是如果你要去做 像這種小細節 要去做這種小細節 這個時候呢 用尾管就不好 因為尾管這個材料呢 這個蛋白質比較粗 所以它適合用它粗曠的地方 範圍比較大的地方 那你要去做一些小細節的時候 你看那個 維融網的顯微鏡的那個圖 那個很精彩 還有那個肌肉細胞 那個平行狀排列的 那你要去做出這些小細節的時候呢 這個材料就不太好用 所以我們改換另外一個材料 在細胞膜的下面 可以放 然後 過渡區域呢 然後 過渡區域呢 你要從粗曠到詳現細節這個地方 就可以用中間 這是一個餐堂 這是一個餐堂 這是一個參考 就是說 我其實在細胞內呢 我還有一些其他 一個當然是需要 那六個是方法 所以這是方法 我要能夠讓細胞的主體 能夠穩固 然後又能夠做出一些小細節 你看 所以細胞股價的基本用處在這邊 就是維持那個細胞的形狀 就是維持那個細胞的形狀 不管它貢獻的是在哪邊 靠近細胞某這個區域 還是靠近細胞某這個區域 還是靠近細胞某這個區域 那中間絲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都只會交代說 你從粗狂到細節這個地方 需要一個過度地帶 好 好 所以像維某這種細節裡面 你看 它裡面放的最多的是什麼 其實維持 對不對 那維某的下方 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放一些中間絲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下面 我就可以放一些中間絲 那等於它軌到底下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不用這些細節了 所以可以用密度比較高的維管 這樣懂嗎 這樣比較好記 那這個其實齁 以前曾經有抓到一張圖片還不錯 那一張圖片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它把三種細胞骨架 用三種不同顏色的螢光去染色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在那個螢光顏色的分布上 然後直接看到這樣的層次的分布 一個區域的分布 很漂亮喔 所以 我們原本以為 細胞內走進來 就是空空洞洞的 其實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細胞裡面根本就是密密麻麻的 都是這些細胞骨架 好 除了這個基本用途維持細胞行動之外 好 特殊用途是什麼 我今天呢 可以在細胞核附近去安排一個特殊造型的排列 一樣是圍管對不對 我用圍管 然後呢 中心體的特性還記得嗎 我每三條 你看那個細節嗎 每三條圍管 為一組 然後總共用了九組 然後排出一個圓柱體 這樣一顆圓柱體就是中心體 然後總共用了兩顆 這兩顆 互相垂直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 等到要 細胞分裂之前 預備動作當中 還要包括 我呢 這邊 再跟它做一個 它的垂直的 然後它再去做另外一個 跟它垂直的 對 所以這時候就完成了複製 分裂一開始的時候 中心體開始移動的同時 中心體開始移動 什麼東西出現了 細胞分裂的初期 對不對 中心體一邊移動 我現在直接把它拉到定位 就是細胞最遠的兩頭的時候 它們彼此之間出現了一堆絲狀 都照顧 其實 仿錘絲也是圍管 所以你看 中心體圍管做的 現在開始講特殊用途了 所以中心體中心體圍管做的 仿錘絲圍管做的 而且你看 仿錘絲什麼時候才出現 仿錘絲之後在細胞分裂才出現 平常有沒有看得到 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它用了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不用太浪費資源 細胞分裂一堆的細胞盒是不是消失 對吧 所以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乾脆呢 先把這個附近的圍管 因為它是用一些小單位的東西拼出來的 那我就暫時把這個圍管先拆開 拆成小零件 然後呢 接下來重組 因為細胞盒消失了 既然細胞盒暫時不在 我就把那個區域的圍管 重組 變成是這個方向的排列 所以我拿限額的材料就可以做了 好 所以仿錘絲基本上它也是圍管 那 中心體這個附近 常常會有一些輻射狀的圍管 好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心狀體 也是圍管 然後再加上 如果今天這個細胞有運動的需求的話 比如說 精子的編毛當中呢 好 需要編毛 可以我們發現 這個地方它其實也是用圍管的成分 好 所以其中有一個那個編毛的圖 有沒有 增合細胞 好 增合細胞的圍管呢 這個地方是從哪裡 從細胞質開始觸發 好 順便提一下 因為細菌像桿菌 桿菌的編毛 它是從細胞膜發展出去的 好 這個輪廓就代表一個編毛 然後 增合 增合細胞 編毛的起點從細胞質向外延伸 好 所以這個地方 細胞膜上只是一個固定的點 然後 圓頭生物的話 圓頭生物它的編毛 只從細胞膜為起點 向外延伸出去 好 所以現在看到的那張圖是真的的 OK 然後再加上 那個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它的排列當中 好 這是一個還沒有產生收縮動作的 肌肉細胞的一部分 骨骼肌呢 它有很多明暗相間的條紋 那這些明暗相間的條紋 如果我們截取其中一段來看的話 顏色比較深的東西 它是一個叫做粗基絲 好 這是肌原纖維的一種粗基絲 好 這種絲狀蛋白所構成的 那顏色比較淺是因為 這個地方呢 是骨骼肌上面顏色比較深的部位和區域 我們就稱為叫做暗黛 那顏色比較淺比較淡的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明黛 所以 原來明暗相間的條紋 是因為它的不同絲狀蛋白分布的問題 所以那個比較粗的那種粗基絲 它就構成顏色比較深的區域 然後細的這一種 不只是它的長度 是還要扣掉什麼 因為細的這個部分的蛋白質呢 它跟這個粗的有重疊的地方 對不對 有重疊當然是以那個深的顏色為主 所以細的線條 每根粗的重疊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明黛 就是顏色比較淺的區域 那種細的線條是什麼呢 就叫做細基絲 也可以把它叫做 依它的蛋白質 把它叫做 激動蛋白 激動蛋白絲 激動蛋白絲 然後也就是 維絲 激動蛋白絲 激動蛋白絲 其實就是維絲 好 但是粗基絲 不是細胞骨架的一部分 這倒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粗基絲 是肌肉細胞 自己特別在做出來的 好 但是細基絲 細基絲就是維絲 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細胞骨架 在細胞內的用途很多 好 好 好 還可以用在哪裡呢 你去想像一下 還記得變形蟲運動吞噬作用嗎 我現在想要讓一個細胞 然後移動到這邊 這是原來細胞的位置 然後我想要讓細胞移到新的位置 在這裡 好 好 問題 移動的過程當然 如果你只看到細胞膜的輪廓 要整體移動 沒錯 可是你要去看 其實整個移動的關鍵是細胞子 你把反過來想 我如果能夠讓細胞子流到這個地方來 也叫移動 好 所以做法上是這樣子 我們把維斯重新排列一下 本來這個地方 好 這是本來細胞骨架 在細胞膜附近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支撐 我現在把這邊的細胞骨架 直接分解掉 所以去想像 現在呢 牆壁變成 這邊很紮實 這邊很薄 對不對 細胞子基本上是一個液體 液體其實會產生一個液體的壓力 我們利用這個壓力 因為細胞膜的子雙層是動態的 它是飄在水面上的浮球 對不對 所以當液體的壓力往這個方向作用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一層膜 把這個地方的膜慢慢的推出去 對不對 好 我利用這樣的細胞骨架的密度的改變 引導細胞子開始把細胞膜往這邊推 好 可是前面推後面要做什麼事情 我把這邊的細胞骨架 退掉 退縮到這個附近 然後 原來的這邊呢 慢慢的分解掉 然後 重新讓細胞膜內縮進來 這是新的細胞膜的位置 所以 這邊 往外推 這邊 往內縮 對不對 好 逐步的 等到我到這邊來的時候 再重新 鞏固整個細胞的架構 算數就好了 所以我們去看那個 變形蟲運動的那張圖 有沒有 第五十四頁第二個圖 有沒有 那現在這個細胞正要往左邊移動 對不對 突出去那個地方是一個特色 通常我們把突出去那個地方叫做胃阻 好 胃阻的產生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 它可能正在進行吞噬 吞噬會看到胃阻的現象 第二個 很有可能它只是在運動 就是變形蟲運動 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它有辦法改變 在這個過程裡面改變細胞的外型 細胞骨架 因為形狀由細胞骨架來幫忙維持 所以你要改變形狀 我們就靠細胞骨架的重新排列組合 好 靠除了這個之外 文字世界最下面那個圖 是那個細胞子的流動現象 我們好像上次看顯微鏡的時候 沒有看到沒有給你看那個 還是有人有看過的 就是那個水運草 水運草的葉片 因為你放在顯微鏡底下的時候會發現 它那個葉肉細胞 葉綠體會造成細胞滾動 而且這個方向是規則性的 就是穩定的 那葉綠體可以被引導 就是這樣有規律性的流動 就是它用這個方法 我把圍管拿來當作軌道 好 然後找個小人 然後掛著葉綠體 你看 這是軌道 這是小人 它運動能力 然後手上抓著一個葉綠體 然後就這樣做 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你只要提供 你只要提供這個小人能量 不斷的提供ATP給它 它就隨著這個軌道走 所以接下來問題是 那你要妥善安排這個軌道 剛好可以讓它繞完細胞一圈 OK嗎 好 所以這件事情也可以發生在哪裡 我現在高基試體要產生運輸囊號 運輸囊號要往細胞膜移動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做一條軌道 對不對 這個軌道指向細胞膜的地方 讓那個運輸囊號可以往那邊動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原來高基的移動也是跟細胞骨架有關係 看得出它狀態性能 蛤 囊號 對啊 你就想嘛 一顆那麼小的泡泡 在細胞的那個大環境裡面 按照自由運動來講 它往這個方向移動的機率 跟往這個方向移動的機率 是相同的 那為什麼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 為什麼運輸囊號 它就是比如說 內直網可以準確的把運輸囊號 交給高基試體 高基試體的運輸囊號 假設是要分泌的 為什麼它就是很 就是蠻明確的會往那個細胞骨炮 一定是有被刻意引導的 那因為 細胞骨架它是 蛋白質做出來的絲很細 你知道在電子顯微鏡底下才能夠看到 所以我們用光線顯微鏡一看 看不出來 因為它其實太透明了 所以 沒有發現它的存在 但等到瞭解它的狀況性之後 我們發現 原來 雖然它不是用膜做的 可是它在細胞裡面 在細胞的運作上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好啦 這樣我們就只剩下液滴體 跟立腺體了 還有一個啦 那個過氧化小體 留意一下解讀的那個工具 過氧化小體的話 後來看的資料裡面 它不是高激試體產生的 那它擁有那個過氧化氫霉 高一好像我就有介紹過了 所以它的功能就是用來解讀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過氧化氫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比較高氧化能力 破壞力比較強的 所以只要留意一下這個功能就可以了 所以過氧化小體 那往後我們在那個細胞 光呼吸那個地方 再來談這個問題 植物的光合作用的時候 好 那剩下液滴體跟立腺體 假設華為傑克 然後1-1看起來是會考的 主題1到主題3 課本對應的1-1-1-3 這樣 這本喔 本來是用9月或10月 正式段考 上不完 開玩笑 正式段考上完 我就 又 欸 戰鬥力又 好